好 我们就回答到这 下面我们看第三部分 今年年底依然是大梯 你纵观32年的考验整体 这部分出大梯 它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所以同学们 送分给你一定要要 我们先谈第一条 无条件极致 我先说一下 什么叫多元函数的极致 和最值问题 大家知道一点 多元函数 各位是不是空间的 三维空间的曲面 是不是 它是曲面 所以的话你要对于理解 所谓的极致 它是这样的 首先那个定义 比如说这个曲面 定在底下 是吧 我讲这拼领点 大家注意 极致定义 跟我们在一元函数 讲极致定义是一致的 一元极致 你记不记得 必须是双侧定义 没理我 你比如说X0 我问你X0是不极致 你必须两边都有人 对不对 这个话说过吧 我说过 那比如说 你考的分最高 旁边人都不如你分高 大致你是不是极大值 那还有可能 那极小值 为什么极小值 旁边人分都比你考的高 你这个最低点 你极小值 各位听懂吗 这是一元极致 你必须两边有人 这旁边有双次定义 也是要求 必须P0有曲心领域 它的领域里是都有定义 这话听懂没 所以边界上的人 就像端点上的人一样 是没有资格讨论极致性的 听明白没 因为你边上 你外边没有 你只有这个领域里边 这一块是不是有人 不行 不能讨论极致性 就像你的端点处 你只有左领域 右边是没有定义的 故你端点 我是不讨论极致性的 这话听懂了吧 那因为什么呢 你讲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比方说你在端点处 你现在考130 你外边没有定义 那不代表 万一如果有定义了 那外面人如果上去了 你这个就不是极致 对不对大家 那外面人如果下来了 你这个就极大值了 是不是 所以不能讨论 因为你不 明白了吧 那个一个道理 同样你离开这个边界 你离开这个边界 你不知道外面人考多少分 所以你就不能谈你这个位置 你到底 是极致 这个怎么说都可以 好不好大家 你总之你知道 如果一个点 没有去心领域 是不能谈 它的极致性的 这个话跟一元是一样的 没有双策定义 不能谈极致性 这句话听懂了吧 第二 我们来谈什么叫极致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在整个的领域 是批停点 批停点 如果你长这个样子 这一点 对在这 所有人这位考的都比你分低 你站在山头上 你是接大值点 如果反过来说 你现在不在这 你是这样画的 你在山窝窝里头 山窝里头 那叫所有人考的分都比你高 你只要极小值点 可以了吧 在概念上来讲 并不困难 并不困难 好 就说到这 当然 这个基本概念 没有人考 他不可能写 来 写个极致定义 他这个数学考是什么 他拿题目来说话 对不对 这个他不会去具体说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第一条 无条件极致 那就是没有约束条件了 是吧 我给你个函束 同学们 给我求极致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干脆立足 不用偷你带水 就这个 就给你一个三维曲面 你给我求它的极致 极大和极小值 这就叫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极致 好 第一条 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函束 在一点处 一阶片导存在 窃取极致 则 一阶片导之 必为零 这有点像什么 是不是 对了 是不是我们一元函数里 学的费马定理 那个时候这样说的 如果一个一元函数 在一点处 一阶导数存在 窃取极致 是不是 则一阶导数得零 回答我 是不是 这可以类比 可以类比 这费马定理去记 正好我们现在是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正好我们现在是属于 这个二元函数 所以二元函数 是有两个 一阶片导数的 只 必然有一阶片导数得零的 这个结果 这种题考的是计算题 所以在这个计算题的 这个要求下 大家好好的把它背出 这个方法 适用于 三元几以上的函数 不仅适用于二元 三元也能用 所以考试 你看我后面括号 常考 二三四五 二元三元四元五元 都能考 都能考 你说老师是啥考 考过吗 当然考过 一会你就知道了 当然考过他 当然是考过他 你比如说 我问你 三元函数 你会写吧 要求什么 如果F 这个是我们不写一个 XYZ UVW 如果是三元函数 在一个点 U0 V0 W0处取得极值 且三个一级片导数存在 且取得极值 则马上写什么 F对U求片导 U0 V0 W0 F对V求片导 U0 V0 W0 得灵 F对W求片导 U0 V0 W0 得灵 第二把 是考得到的 是有可能考得到的 不是考不到的 这是有可能写的 总之 你要记住 这个是适用于 任何有限变量的方法 这叫必要条件 第二条 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拿这个写 我们这是不是得俩方程 方程是不是组成方程组 同学们这儿是不是可以求出 X0 Y0 比如说我给你个函数 Z FFX1 然后我求出 FX1 另其得0 F1 另其得0 待会我会写这个解题步骤 等会说 大家想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求出 若干个点PI 方程组的解嘛 是吧 好 你拿出这些解来 它是不是极致呢 这个只是必要条件 不充分 那它不 就是说这个条件 不注意让你判别 它到底是不是极致 且是极大还极小 对不对 判别不出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用充分条件 就相当于说 你过了初试了 刚过初试 初试不代表 你就录取了 好 来进复式 就把这些个点的话 PI 带到这个表达式里去 好 我们来算了 算什么呢 算F两阶导数 对X的两阶导数 把这个点带进来 算出一个A 然后呢 FXY的两阶导数 把这个点带进来 算出一个B 再算FY的两阶导数 把这个点带进来 算出一个C 大家注意啊 这是解析程序啊 这种计算题 没有逻辑性可言 算出ABC之后呢 用一个Delta 这是著名的 叫Delta判别法 我们Delta 得什么呢 B方减AC 注意啊 是用中间这个B 陈一平 陈一平 B的平方 减去A乘C 如果这个Delta 算出了小零 这个数小零 立即推 B为极致点 且如果这个A字 大于零的 它是极小支点 如果A字小零的 它叫极大支点 如果这个Delta 算出了大于零 立即推 它不是极致点 如果这个Delta 算出了得零 这个方法整个失效 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 另谋他法 另谋什么什么法 可以用定义法 你来算算看 画个图 或者用减法做差 看看你要求的那个点 是不是这个区域上的 最大支 极大支 还是极小支 是不是 用定义法 那个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第三类从未考过 它总会因为计算 计算它总会给你算出 是小零还是大零 对吧 而且这32年来 凡是计算题 它总要给出一个极大 是吧 所以它就考的全是小零 这就是说 算的话 你得算出来 当然它有复杂情况 有讨论情况 就有小零 也有大零 对吧 但是等于零的情况 在大的计算题当中 计算题 是吧 计算题 这一段 是充分判别法 那同学们告诉我 如果你求出两个点 各位 这是不得求两组 因为每一组 是不是都得用一次 计算量肯定不小 所以这纯计算题 好 这个方法 只适用于二元 大家听好 为什么只适用于二元 因为这个 第二大旁边法 大家看 B方减AC像什么 是不是像二级行列式 实际上是这样写的 ACBB 所以有的实际上 二级行列式 问题这个等于几 如果是四个数的话 是不是AC减B方 是吧 这个称之为 叫二级海塞矩阵 所以是这样来讲的话 判别二元函数 用的是二级行列式 那你猜 如果判别三级行列式 是否 你解答应该是三级行列式 三级行列 大家想里面是不是九个数 是不是九个三级片导数 因为这个ABC 是三个二级片导数 那你想三级行列式 里面是九个三级片导数 那这个计算量 是不是太大 那累啥小子呢 我们手算啊 太困难了 考试当中 我们不会超过二元 因为太难算三元了 所以考验大纲里 就只保留了二级海塞矩阵 他连二级海塞矩阵都不写了 也不写他的行列式 直接写出行列式的结果 你大概懂我意思了吧 你知道就行了 就是说我们在数学上 就是说我们在数学上是有办法判别 多元函数不止二元 是多用函数的充分方法的 只不过超纲了 不去考察 只考二元 明白了吗 所以必考 所以他必考了 因为这个超过二元 他还有方法 他又不能考 所以他只能考二元 所以这个反而成为考验命题的热点 考察 这样说可以了吧 于是大家想 既然一虽然是顺于所有的 但是二只顺于二元 所以两人喝起来 你只要想问我几个人 对吧 那有人说 老师你这出尔反尔 我说我怎么出尔反尔 你不说可以考到二到五 不是的 我们这有一 是不是还有二呢 我后面还有其他标题呢 所以这个必要条件 后面还能用 对了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例题 我们这说不说多了 我们通过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先把五条件机制讲完 请看例题 这个题选择一千题 但是这道题和考验真题 几乎无差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考验真题呢 考的不管是系数啊 难度啊 题目处理方式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啊 今年又是技术年 我希望大家这种题不要丢分 给我拿个满分 好 先写一下解题步骤 给了一个二元函数 不管是显示还是隐示 这个不重要 你比如说 这个题目说 假设Z等于XY 你们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二元函数 是吧 是由一个方程所决定的 各位回答我 是不是叫隐示表达式 这你不能把它显化 是吧 或者显化 那这个时候呢 让你求这个函数的 其他技术 没关系的 这个我们不管的 来解题步骤 先给我写一下 复制的无条件 极致的解题 叫做程序 这非常简单 它的出法呢 那是无所谓的 它有可能 第一 如果给出 是吧 Z等于ZXY 这是显示方程 这是可以的 第二种的话呢 说Z等于ZXY 是由大FXYZ 所决定的 这个叫隐示 各位有关系没有 这是显示方程 大家是不是可以 直接求偏导 对吧 如果是显示方程 同学们 这个我们在医院 方程 你直接拿着这个方程 两边一起求偷 不是可以了吗 对不对 大家 这个没问题的 这个很简单的 对零 所决定 这个叫隐示 没关系 你反正 他求偷 要么就拿着他求偷 是吧 大家 这个都无所谓的 这都无所谓的 均可 他的解题的程序 均为 第一步 先写 那就是 FX一瓶 我这个写的是Z 是吧 那就是Z了 一样的 那就是ZX一瓶 ZY一瓶 听好了 然后 另其得零 另其得零 对不对 大家 没问题 你就是先写这个就行了 先写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立即推 我就可以求出 PI I等于 12到N 我可以根据这个方程 是不是解除N个点 这N个点叫 背悬点 就出事过了的人 是吧 第二步 那么继续写 大家要计算 Z对X 求两届 片导数 Z对XY 求二届 混合片导数 Z对Y 求二届 片导数 大家看懂了吧 然后呢 你把PI 带进去 你把PI 带进去 你把PI 带进去 对吧 然后 这算出来 叫 AI 这个算出来 叫 BI 这个算术的 叫CI 别写错了 你对应的写 就是X的两届 片导数 记得是 大A 是不是 XY的混合片导数 记得是 大B Y的二届 我们令 ΔI 等于 BI方 减去 AICI AICI 然后 来判别 它的结果 这个结果 我们刚才写过了 如果 Delta 小于零 立即推 必为极致点 对不对 大家 且 如果 AI 大于零 立即推 这个叫 极大 指点 如果 AI 小于零 立即推 这个叫 极小 指点 如果 大于零 那就立即推 不是 怎么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教你 记 怎么记 这不是 极致点 为什么 我教你 怎么记 很简单 AI 大于零 同学们 A是什么 是不是 二阶导数 就有点像我们 一元导数里 那个二阶导数 是吧 你记得吗 二阶导数 做一元的二阶导数 如果大于零 是不是 O曲线 O曲线 那个点 是不是小的 所以这是 极小指点 如果 二阶导数 小于零 是不是 突取线 突取线 那个点 是不是极大 所以极大指点 对不对 这个 记 这样记 它实际上 跟一元 是有个类似的 记忆方法 可以记清楚 如果大于零 这不是极致点 听懂没有 刚才出现了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答对了 同学 在计算体力不会有 它出成 最多是概念体力 这个是 不会出问题的 这个程序 记好了 好 下面开始做题 所以你只需要 把握住 整个的解题程序 这个题目就来了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题目 解一解 开始了 我们开始做题 我这个 对不对 好 我把题目再抄一遍 我的抄口只写了 因为我的位置不够了 我题目再抄一遍 叫做 x方 这回我抄呢 待会好写 减去6xy 加上10倍的y方 什么 偏导 立即推 两边一起对x球偏导 那这样的话 2x 减去 x球导 是不是叫6y 我问同学们 y这时候是不是当常数看了 因为你对x球偏导 因为我这个叫 叫什么呢 叫z等于xy的函数 是吧大家 所以你对x球偏导的时候 那y当常数看 但是z可是x的函数 对不对 减去 加上10y方没有了吧 因为y方是常数 减去2y这常数 z是不是对x球偏导 有了吧 有了啊 再减去 注意啊 z方是不是符合球导了 z方球导先写2z 再乘以谁 z对x球偏导 对不对 32常数球导 这0 0的导数是0 看懂没 这个式子 对了吧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 几 所以整理一下 我们就得到了 那么就是2x减去6y 那么这两个合起来 是吧 减去2倍的y加上z zx一匹 得0 这是我们写的第一个 再拿星式对y 球偏导数 对 对 立即推 那么对y球导的话 拿着去 x方球导数不得0 y对y球偏导数1 这算是负6x 10个y方就变成了20y 是吧大家 接下来是乘机导数了 是y乘以这 是吧 所以减去2 y对y球导数1 剩下z 再减去2y不动 z球导数不z y一片 没理我 是要不上 那接下来减去 z方球导数 伏球导数2z 再乘以z对谁 y球偏导 32球导数0 0球导数0 是不是得0 跟上没 减 整理一下 这里面是 负6x加上20个y 减去2z 大家看是不是后面两合并了 减去2倍的y加上z 乘以z对y球导的0 对不对大家 好 接下来 当你把这两个写完之后 大家现在写什么告诉我 是不是0 看这 我的步骤呢 解析步骤 写得很清楚 是不是这 要令它俩为0 看到没有 令zx一撇 zy一撇得0 因为你必要有条件 说如果一节骗头存在 切取极值 它首先得满足 一节骗头得0 是不是大家 所以你按程序写就行了 你写它不用管 是不是令它得0 好 令其得0 所以这里面 令它得0 令它得0 看到了吧 所以我们令 zx一撇为0 zy一撇为0 这样的话呢 这个式子就变 立即推 大家看啊 这里面是不是这些没有了 这0啊 所以剩下是不是2x减6y得0 也就是x减去3y得0 是不是 再来 你这块zy一撇得0 就没有了 是不是剩这块了 把2约掉 是不是叫 负3x加上 spit y减去z 对0 不理我 对了吧 大家拿着它 是不是带回原方程 对不对 那带回形式啊 带回形式 因为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三个方程连力 可以把xyz解出来 跟上我速度 是不是 好 我们带回来啊 我把原方程抄一遍过来 你们不用抄 因为你的笔记上是好看的 你看着就行了 我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我们把这三个方程 放在这 你看 是不是三个方程连力了 实际上是不是这 实际上是不是就这三个连力 是不是大家好 带进去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出来 带了 这很简单 大家可以先求y吧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从这解出来 超过指啊 对不对 然后这样x减3y的话 放在z也标出来了 那么x是3y 那么-3x 是不是-9y -9y加10个y是y 是不是z等y 对吧 y等y 所以把它们带到这个方程里去 我就得到了x方式9y方 减去6xy呢 是18y方 加上10倍的y方 减去这是2y方 再减去y方 加上32 是不是等0啊 算一下 9加10 19减18是一个y方 再减一个y方 剩-2y方 等于32 也就是2y方 等于32 y方等于16 y是不是等于正负4 你不理我 对了吧 所以这些超高指写啊 你这些东西 不要给我写到达体卡上去 这是超高指的 所以由此可以得到 两组解 是吧 大家 我们得到两组解 那就是y1是等于4 y2是否等于负4 对了吧 那么由于x嘛 x1是等于3倍的y呢 是12 这里面的x2 就等于3倍的负4 是负12 那么z1等于z1等于y呢 是4 z2是不是等于负4 不理我 看到了没有 看懂了 看懂的话呢 这个是不是叫p1点 这是不叫p2点 对吧 考验真体里面 至少得能求出 至少得两个 对吧 但太多也不好 也就是两到三个 是吧 你说考有五个 这个太麻烦了 没出过 一般是两到三个 一般有两个局度 但你要说就求一个 这个也不会 这个太简单了 是吧 一个十分大题 就求一个呢 这个实际上太闲 好 第一步做完了 能听懂吗 这两个点叫什么点 背选点 这还不一定是呢 所以第二步 大家求什么 对了 你要求的是 三个二节片导书 再把它们带进去 明白了吧 好 下面开始 继续来 大家是不是 现在的方程 已经到这了 我现在写给你 是不是用这个方程 我复制粘贴 你看着这 是不是用这个 继续求偏导 是例子吧 你拿着这个方程 放这 还有一个呢 就这个方程 大家是不是这个方程 是不是这个方程 我拿着它 这两个方程 是咱们求一切片导书 得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继续要用它 把它叫到一式了 把它叫到二式了 然后呢 你抄的时候 是可以简化一点 这是被抄一 一 三 不着急 给你时间抄 我知道 因为我插起来 是很随意的 你写起来不太容易 这是负三是吧 这是十 这是一一 对不对 好 抄一遍 在这个基础上 这是我们刚才啊 经过求导 已经得到的结果 已经得到的结果 是这个 我们经过化简 各位是吧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需要再进行求导 对一 两边 再求 x的偏导书 对吧 立即推 那就来了啊 那么这两边 再对x求偏导 大家看啊 x求导是不是一 三万求导没有了 减去 这是成绩的导书吧 前面求导 y对x求导是 0 然后z对求导 是不是叫 z对x求导 再乘以 z对x求导不动 是这样吧 再减去 y加上z 不要动 再乘以 z对x求完导 再对x求导 各位 二节导书不出来了 后面0对x求导是0 这叫三 我这样说 你听懂没有 再对1 的两边 再求谁 是不是在求 y的偏导书 因为你这样 求y的偏导书 是不是才会出现 zxy两片 对吧 再对y求偏导 看好这个方程 x对y求导是0 所以-3y对y求导是 -3 然后呢 下面是成绩导书了 减去 括号 前面求导 大家注意啊 前面求导 y对y求导 是不是叫1 加上z对y求偏导 是吧 大家 乘以后面的zx是不动的 再减去 y加z不动 z对x求偏导 再对y求偏导 是不是得令 这个叫4 你跟上了没有 跟上了啊 不要糊涂啊 每一个符号都给我搞清楚 不要糊涂 所以你看这种题 虽然说全是计算 是吧 但是你这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容易做错的 所以不要紧张 第二个 你得多做题啊 熟练 我写的对不对 对的啊 好来 还有一个对谁求导 再对2 是不是啊 因为你还得求zy y两撇吧 所以对2是 两边 再求 y的偏导数 立即推 再求y的偏导数啊 就这个式子里对y求偏导 那么3x没有了 10y上 10 z求导吧 减去z对y求偏导 是吧 再减去 这又是成绩的导数了啊 对y求导 里面是1加上z对y求偏导 外面zy一片 是吧 再减去 y加z不动 成也 z对y的导数 再对y导数 等0 这个叫50 我写 我写你一个一个符号 对 看懂没有 怎么不理我 你是不是应该是跟着我一起求导是吧 不止抄啊 你不能光抄啊 你每个符号是不是搞懂了 是不是大家 好了 我写到这一步之后 接下来有了 答 这个我把这些 这个无关紧要的词把它插掉了啊 这是3 这是4 这是5 我问你 我要什么 是不是要那个三个二级篇导数啊 是吧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啊 必要条件是不是依然在 这里 zx一撇 zy一撇 依然是什么 依然是不是0啊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这个点是极致点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首先得办住啊 这就必要条件 对不对 所以在345里面 大家把不重要的删掉了 这个是不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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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意思吧 所有的话呢 你又解出来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立即推 有三式可得 两撇等于什么 看一下 很简单的 把它挪过来除过去 是不是叫y加z分之一 对不对 好 再看四式 四式里面的话呢 有这个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zxy两撇是等于 把挪过来除过来 是不是-3比上y加z 对不对 第五个式子 那么由这里还没有了 所以的话呢 z y两撇是等于 把挪过来除 是不是10比上y加z 对了吧 你这也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代值了 你又得到了这三个表达式 但它不是ABC ABC是不是代值进去 所以我们得到了 如果把第一组P1 那里面是不是叫1244 是吧 代进去 你这样的话会得到第一组数 A1等于解 大家说这里面代值 这里面没有x是吧 它不管它 这个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是吧 是不是4加4是8 是不是个8分之1 没理我 是吧 然后B1等于解 这是8分之负3 负8分之3 对吧 那么C1等于解 8分之10 8分之10实际上是多少 4分之5 对了吧 好 我们来算一下 Δ1等于 B1方 减A1C1等于解 来算一下 等于几 它便等于B方嘛 是8分 负8分之3 平方是 64分之9 是吧 减去 两底下相乘 4832 32分之5 也就是64分之10 是不是等于 负64分之1 是不是小0 当小0 立即推 B为极致点 对不对 且一定要记住 不要糊涂 A1等于8分之1 是不是大于0 你想大于0 而且倒数大于0 是不是叫O曲线 是不是极小值 立即推 P是极小 对吧 极小的话 不要写P是极小 应该是什么 极小值 谁是极小 这个符号 你写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点 写的时候稍微注意点 它不叫P极小 它应该叫什么 对了 就是这个 这是XYZ的坐标 是吧 所以这个是极小值点 看到没有 极小 就是这 叫做12 4 为极小值点 对不对 大家 那么Z等于几 4 是吧 听懂没 它不是等于Z XY 12 4 听懂的意思吧 是这个东西 4 为极小值 对了吧 对吧 你不理我 对不对 这要写清楚 因为你带的点 是三个点 但是你说话的时候 要说清楚 人家毕竟 确定的是 Z等于ZXY 这是二元函数 是吧 所以极小值 是Z的取值 是这个4 是Z的极小值 极小点 是指的前面两个数 12 4 说清楚没 同理 会写了吧 同理可得 P2点 你P2点的话呢 是 负12 负4 负4 你往哪里 A2等于 你记得刚才那数吧 是不是叫Y加Z分支 对不对 B2等于 刚才是不是叫Y加Z分支 8分之3 12等于 刚才是不是叫Y加Z分支10 是吧 所以是负8分之10 是负的4分之5 是这样吧 那么Δ2等于 B2的平方 减去A2 C2 他就等于 这个还是 6四分之9 减去 他俩成负的正是吧 还是三十二分之几 5 是不是还是六四分之10 还是负六四分之1 是不是小零 对吧 但是这时候注意 A2呢 是负8分之1小零了 你类比G 而A2呢 是二级平等数 是吧 如果二级到小零 是不是凸曲线 这是不极大值 所以推出来 那么负12 负4 注意这个点 是为 极大点 叫极大值点 那么Z等于几 负4 是吧 负4 那等于Z 负12 负4 这个是为什么 极大值 是可以的 这道题目 跟考验真题 几乎没有差别 那我跟你讲 当时考的时候 有同学 其实又慌乱之中 他反正做完了 其实蛮舒服的 一看答案 坏了坏了坏了 为什么呢 4是极小值 那么负4是极大值 坏了坏了 他又着急 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 他又瞎改 他不改 改成4了 然后呢 查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 好像不合常理的事情 好像 我说好像不合常理 比如说在 期末考试的时候 交卷的时候 本来做对了 最后看一眼别人 或者别人说一句 或者自己突然脑子一蒙 最后把答案开错了 这说明什么 还是基本概念不扎实 那说明一点 就是说你还该错 好不好 对不对 我就不想说那些词 那词不好听 就活该 对不对 中言逆耳 为什么说到这该错 你搞错 极值各位 极是不是局部概念 对不对 极大值 我在我哪 我极小值极大值 跟你又何干 我又不是比最值 是不是 我在我这个山头 我副四都是极大的 因为其他人都比我小 在你那个山头 四都是极小的 因为那位置 你都大 是不是很好理解 它不需要去比较的 这才叫极值 听懂了没有 方法步骤搞懂没 你只要掌握着方法步骤 这个题没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 比大小了 真正比 最值该怎么求呢 它又有什么样的 复杂的步骤呢 我们下节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